Odio Jungle Odio Jungle 随着从美国购买的F-16战斗机等装备不断形成战斗机,伊拉克空军已经逐渐形成战斗力,已经开始不断参与军事行动。 值得注意的是,尽管伊拉克的F-16战斗机在打击恐怖分子的行动中,不断投掷美制精确制导弹药,但其空战能力十分有限,无法发射先进的AIM-120主动中巨弹,仅具备发射老式的AIM-78主动中巨弹的能力。 伊拉克总共购买了36架F-16IQ战斗机,其中相当一部分留在美国境内,用于训练伊拉克飞行员。 这也是很多装备,使用F-16战斗机的国家的惯例。 但伊拉克空军装备的F-16战斗机已经因为事故坠毁了两架,因此,现在伊拉克空军现在还有34架F-16战斗机,而能够用来打击恐怖分子的,仅有留在国内的这些。 近日,据伊拉克媒体报道,在美军杜鲁门号航母7飞一个中队12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空袭续军后,伊拉克空军也出动了多架F-16战斗机,进入叙利亚领空空袭了续境内的武装分子。 相比对美军空袭的态度,俄罗斯军方表示,此次空袭行动之前,伊拉克和俄罗斯、伊朗和叙利亚三国进行了沟通, 俄军方还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支持,可以说对于此次伊拉克的行动,俄军是双手欢迎,伊拉克空军在不断变得更加活跃,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基本已经被剿灭,剩下的零,新分子已经无力掀起大风浪,伊拉克军队随即开始打击叙利亚边境上的武装分子,并不断出动F-16战斗机进入叙利亚领空活动。 相比续军和俄军,伊拉克空军在续领空的活动并不频繁,但其每次出动军使用各类精确指导武器,这一点甚至连俄军都做不到,尽管俄叙利亚三国反对美军空袭,热烈欢迎伊拉克空军在续境内的军事行动, 但其实所有人都明白,如果没有美军的允许,伊拉克空军不会顺畅地在续境内执行这些空袭行动,伊拉克空军的正常运转,不管是人员训练还是装备维护,其实都极大的依赖于美军之一。